作为热爱锻炼的朋友来说,进入健身房就是你改变身材的开始,现在各式的健身房都配备了花样版多,令人眼花缭乱的健身器械,但对于很多的器械,健身新人刚到健身房,应该还是比较猛的。 不要怕,这里有一份器械锻炼大权,哪种器械怎么使用?练哪块肌肉一目了然,不会让你的健身漫无目的。 A,认识肌肉群,首先,我们来看看人体上的主要肌群,帮助我们在今后的健身锻炼中,有针对性地进行训练。 大肌群,胸,背,腿等,小肌群,三脚肌,肩,攻二头肌,攻三头肌等,比如,给自己编一份健身计划,针对你自己的空余时间,每周有多少时间,可以拿出来进行锻炼,给自己制定一个力量训练计划周期。 对于想要通过健身改变自我形象,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壮有力,有肌肉线条的朋友来说,初期我们建议,可以每周三次去健身房进行系统的锻炼。 第一天,胸,攻三头,腹肌,第二天,休息,第三天,背,攻二头,腹肌,第四天,休息,第五天,腿,肩,肩,腹肌,第六天,休息,第七天,有两锻炼慢跑,翘绳,椭圆筋等,认识器械以及锻炼方法。 C,锻炼胸肌的器械,一坐姿腿胸,二,蝴蝶肌加胸,三,拉力气加胸,四,齿密斯握推,五,宽聚双钢壁屈伸练下胸,一,锻炼背部的器械,一坐姿划船,二,高位下拉,三,踢杆划船,四,山羊挺身,一,锻炼腿部的器械,一腿举肌,二,坐姿腿伸肌,三, 腹身腿,弯举气,四,踢肿器练小腿,F,练手臂器械,一,弯举气,二,牧师仪,三,绳索弯举,四,绳索下压,G,锻炼肩部的器械,一,蝴蝶肌反向,二,绳索面拉,练后竖,三,齿密斯基练肩,四,肩推气,H,锻炼腹肌的器械,一摩门脚顺举腿, 二,卷腹轮,三,停灯卷腹,四,腹中卷腹,五,绳索卷腹,六,卷腹肌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